大家好,欢迎你到阿佑的频道 今天这个影片呢,是我想要做很久很久的影片 因为呢,自从我来到日本留学还有工作了之后 最常有人问我的就是这个问题 阿佑,在日本吃炸饭是不是好贵 如果我要讲到呢,还是那一句 你在这边工作,在这边赚钱 你在这边花钱的话,其实只要不要太回我 其实是还好的 如果讲到你在消费比较低的地方 可是你赚的钱比较少 又或者是你吃的很回我 你还是一样会花了很多钱 所以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 在日本生活的我,到底在饮食方面花了多少钱 我就在5月份的时候记录的每一餐我的花费 今天呢,就会把全部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可以了解到你来日本留学或者是工作的话呢 在饮食方面,你大概花多少钱呢 首先,我要用这方式让大家更容易了解 这里会记载日期、三餐吃什么和价格 最后是总数 一些日盐左右呢,就可以吃到比较丰盛的一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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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太委屈自己,也没有过得太奢侈 偶尔朋友请吃饭,或者是偶尔我请吃饭 一整个月下来,就花了大概5万多日盐啦 在日本钢币的大学时呢,薪水大概是20万日盐 扣除了税金还有保险之类的之后呢 可以收纳的大概就是17万日盐 所以饮食的消费呢,占了薪水大概4分之1 那看了以上的记录了之后呢,大家可能就可以了解到 其实在日本,如果是自己煮饭的话 还算是比较便宜的 如果你餐餐都往外吃,肯定都是比较贵 希望大家看到这影片之后呢,可以给我一个赞 让我更加有动力做影片 还有,就是记得把它分享出去 那还没订阅阿佑的朋友们呢? 欢迎你们来订阅我 大家每一个支持对我俩都是每一个重要的动力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,bye bye